他们为什么要全力做亚马逊 又为什么要赔钱做亚马逊 前几天一个佛山的跨境电商行业朋友过来 他是跨境电商协会全力支持的一个跨境电商企业 主营亚马逊、沃尔玛、Wayfair的平台 因为佛山有很多制造行业的产业代码 像小家电啊、家居、家具、五金工具、建材微域等等 有很多,有极其发达的供应链 那这位朋友现在主要就是与很多的制造行业老板 沟通、交流、甚至谈进一步的合作 比如他跟我讲,有一位做厨具的老板 一款锅,单SQ爆款 在全球而有情本地的团队进行开拓市场 也有2B、2C渠道像亚马逊 产品为王,各渠道都做得不错 当然这可能跟我们亚马逊卖家直接关系不大 我想讲的是另外一家做小家电的公司 他们为什么要全力做亚马逊 又为什么要赔钱做亚马逊 这家专做小家电,主做欧洲市场 一年几个亿,做了很多年 专耕垂直类目,而且是戏份行业 自产自销,而且自己研发,很健康 本来主营的是2B业务 2B团队很强大 然而今年,欧洲的客户订了货 产品生产出来了,堆在仓库发不出去 为什么?海运的运费涨了 我们做亚马逊的今年报言说 运费一直涨,成本增长,毛利下降 但是这毕竟是做的是零售 运费只占成本里的某一部分 而且还是有一定的涨价空间 毛利下降,生意还是在做 可是对于2B的业务来说,很多就直接瘫痪了 这家工厂现在库存有多少?两个亿 而且没算其他乱七八糟的花费和成本 就是产品的成本,两个亿 那么这么多库存怎么办? 以前这家公司也有做亚马逊 但是没重视,现在老板下了大决心 从原本2B的团队里面抽调了几个精英出来 在深圳板田做了办公室 一边学习,一边花重金招人 富二代少爷也是常驻深圳 学习和尝试亚马逊 产品的价格策略,底价,付毛利 有两亿的库存 而且他们自己也分享,降价效果好 现在知道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新的竞争对手了吧 这只是冰山一角吧 还有其他行业呢 国内做电商的很多不止财大其出 而且人才积极哦 再加上一些资本化的就更加恐怖了 为什么说资本化恐怖? 为什么禁止了教育行业资本化 很多公司直接倒闭了 我在真人外交往日还剩四五千块钱 估计也退不回来了 很多人针对整个国家的调控和管理 都是通过调整资本市场实现的 现在经济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 资本就是这么强大 亚马逊电商行业资本化了吗 还远没有了 竞争只会越来越大